古诗七十首 江南 汉月府 江南 鱼系连夜北 赤乐歌 北朝明歌 赤乐川 阴山下 天四穷炉 笼盖四雅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献牛羊 古诗七十首 永鹅 唐朝落冰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白鹅在水上吸油的情景 相传是作者在七岁的时候写的 是不是非常佩服他呀 古诗七十首 风 礼桥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霞 古诗七十首 永柳 作者 唐朝诗人 贺之章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戏夜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我们知道写这首诗的作者是唐朝大诗人贺之章 他的这首《永柳》和另外一首《回乡偶书》 是两首快智人口的诗作 千古传颂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的另一首诗作 回乡偶书 其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病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 其二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世半消磨 唯有门前净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 梁周诗 作者 唐代王之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这首诗的作者王之患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 所以他的诗意境雄阔 热情奔放 下面让我们再欣赏一首他的《灯灌雀楼》 灯灌雀楼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古诗七十首 春晓 作者 唐代孟浩然 春年不觉晓 春年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古诗七十首 梁周诗 作者 唐代王汉 葡萨 葡萄梅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在前面我们还读过一首梁周诗 那首梁周诗的作者是《王之焕》 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对照来记忆 梁周诗《王之焕》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古诗七十首 初赛 作者 唐朝 王昌龄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始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 渡阴山 这首诗的作者 王昌龄 也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 他的作品大多写一些边塞呀 送别等等 气象雄浑壮阔 再来欣赏一首他的《芙蓉楼送新剑》 寒雨连江 夜入梧 平明送客 楚山沽 洛阳清游 如香问 一片冰心 在玉湖 古诗七十首 陆寨 作者 唐朝 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梵井入森林 覆照清台上 这首诗的作者 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王维 他又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 并且精通音乐 把诗歌技巧与绘画艺术融为一炉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两首他写的诗 诗名的意思呢 就是送元二这个人 使是出使 去的意思 去安息这个地方 再来欣赏一首 也是王维非常快智人口的一首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乡 唯一课 每逢佳节 备思亲 瑶之兄弟 登高处 便差诸于 少一人 少的这一人 是谁呢 如果体会到了这首诗的意见 你就会知道 古诗七十首 静叶丝 作者 唐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的作者李白 可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 人称诗仙 他的诗作呢 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的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 李白的古朗乐行 小时不时月 小时不时月 忽作白玉盘 又宜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 贵树合团团 白兔倒要成 问言与谁餐 这是咱们在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 在课本上学过的一首诗 接下来呢 再来欣赏一首李白的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非常形象生动的 描写出了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 李白歌颂真挚的友情的一首诗 赠汪伦 李白成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古诗七十首 我们说过了唐朝大诗人李白 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伟大诗人 人称诗仙 在咱们这本小学生必备古诗七十首里 收录了好几首李白的诗 我们继续来欣赏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看名字就知道 这首诗写的是李白登上黄鹤楼 送他的老朋友 孟浩然乘船东夏去扬州的情景 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故帆圆影避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最后一句我们看 将离别之情寄托在了避空与江水之间 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再来欣赏 早发白地城 这首诗呢写的是 诗人从白地城 乘船到江陵 行船的轻快和沿途景色的壮丽 表达了诗人非常喜悦欢快的心情 请你体会一下 朝慈白地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好最后一首 望天门山 这首诗是诗人行船到了江中 看到了天门山 描绘了天门山 夹江对峙 长江波澜壮阔的雄奇秀丽的景色 这表达了诗人非常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一种感情 我们来欣赏一下 天门中段 空中段 黄椀出的天门中 雨天门山山河的声音 自会 河天门山河中夜 河天门山河中夜 夜门山河中夜 河天门山河中夜 有一天山河中夜 河天门cers 和河中夜 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作者高氏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编赛诗人 他的诗呢也是自然流利 摇曳婉转 在这首诗里 董大是诗人的朋友 这首诗呢也反映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古诗七十首 绝句唐朝杜甫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这首诗的作者杜甫 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人称诗圣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说了一位诗仙 是谁呢 对了 是李白 好 那你就记住了 诗仙是李白 诗圣是杜甫 既然是诗圣 那么他留给我们的名篇绝句也是非常多 我们继续再来欣赏杜甫的春夜喜雨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也竟云聚黑 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湿处 花众锦观成 这首《春夜喜雨》是非常的出名 这首诗呢 被后人誉为赞美春雨的一首千古绝唱 再来欣赏杜甫的一首绝句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霓绒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好 最后再来欣赏一首江畔独步寻花 这首诗描写了杜甫在江边散步赏花 所看到的迷人景色 黄四娘家花满溪 千朵万朵鸭枝低 榴莲细叠十十五 自在交音恰恰提 我们看这首诗写得自然流畅 多姿多彩 美丽的景色就如正在你的眼前 古诗七十首 风桥夜博 作者唐朝张继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筹眠 古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 道客传 这首诗描写了风桥的夜景 抒发了诗人的旅途之筹 古诗七十首 这一段我们来听一首歌颂母爱的诗 名字叫《游子银》 作者唐朝梦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灵形秘密逢 一孔池池归 水盐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古诗七十首 江雪 作者唐朝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丽翁 独调寒江雪 这首诗的作者柳宗园 是我国唐朝时期非常杰出的思想家 优秀的散文家和很有成就的诗人 也是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 古诗七十首 鱼歌子 作者唐朝张志和 西塞山前 白鹿飞 桃花流水 贵鱼肥 轻若丽 绿缩衣 斜风细雨 不须归 这首诗的名字《鱼歌子》其实是一个词牌 作者通过斜景赞美了鱼家的生活情趣 表现了他隐居江湖后自由自在 甜淡悠闲的乐趣 这首诗的名字《鱼歌子》是一个词牌的 词牌的词牌 这首诗的名字《鱼歌子》是一个词牌的 词牌的词牌的词牌